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老二被坑惨了的故事 故事出自2018年电影《暴力行为》 由于此片未能在国内上映 所以很多同学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目前该影片仅获得4.8分的豆瓣评分 在美国的一个普通家庭里有三个儿子 还有一个寄养在这里的小女孩 小三和女孩青梅竹马 老大和老二也一直把女孩当作妹妹看待 很快小娃娃们都长大了 老大老二都参军当兵了 小三也成为了一名急救人员 老大有过两次被绿的婚姻 加上战争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折磨 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 正在接受心理治疗 老二有一个非常相爱的老婆 生活乐无边 小三最近打算和小妹结婚 即将修成正果 另一边光头警员正在为一个犯罪团伙头疼 最近室内发生了多起女性失踪案件 种种迹象表明 是有一个贩毒集团在利用毒品 控制女性进行性交易 然而却始终毫无头绪 不过贩毒集团的大boss也不开心 近期自己的一个据点刚刚被警察打掉 损失了不少财物和人手 她开始担心警察会找到自己 大家都不开心 当然也不能让兄弟几人开心了 于是小妹在酒吧的时候 惹到了贩毒集团的人 随后就被绑走了 这下兄弟三人也不开心了 根据小妹的手机定位 找到了贩毒集团的临时据点 老大老二都是军人 家里也都有枪支弹药 很快就拿下了几个小喽啰 但却没有找到自己的小妹 几人还因为私自使用暴力 被警察抓走了 在警局里 光头警员提醒兄弟几人不要私自行动 警方会处理此事 但老大并不相信警方的能力 回到家后 老大决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救回小妹 老二一开始并不同意 毕竟自己有自己的爱人 但在老大和小三的蛊惑下 还是决定加入队伍 兄弟几人找到了小妹失踪前一起玩的闺蜜 闺蜜提供了毒贩团伙的信息和据点 而毒贩boss得知手下从酒吧里绑来的小妹 意识到手下不按规矩办事 可能会导致自己暴露 于是准备转移据点并加强人手 兄弟几人抓到了毒贩小弟 赶到毒贩的据点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枪战过后发现 小妹和毒贩boss等人已经不在这里了 在警局里 高层让光头警察停止调查毒贩集团的案子 因为毒贩集团和高层达成了一些协议 这让光头非常的懊恼 兄弟三人回到家后发现 老二的老婆被贩毒集团报复形的杀死了 老二非常伤心 愤怒的想要报仇 在经过光头的默许之后 兄弟三人全副武装的 到贩毒团伙的转移路线上进行吃鸡大战 最终救下了小妹 回到家后 大boss带着手下赏门报复 又是一场绝地求生 老二不幸牺牲了 光头对于警局的黑幕感到气愤 于是退出了执法机构 亲自暗杀了大boss 之后小妹和小三结婚 很快有了孩子 在全家福中 唯独少了老二和老二的老婆 并始终围绕一个家庭为中心在展开 兄弟三人因为家人而奋战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人而牺牲 都突出了家人的概念 这让我想起了速度与激情系列的 我们都是家人 不过与之相反的是 美国人对于家庭以及家人的概念 并没有那么深刻 不像我们国内 每个人基本上都会同属于一个大家族 然后还有自己的小家庭 家人更是我们生活中 占据最中心的位置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